是来自于生命的历练 对其他生命的关怀 所以佛法本身答案就放在那边 但是你必须去体悟 不然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下喜欢南传佛教 我一下喜欢净土宗 我一下喜欢禅宗 我很喜欢那边比来比去 因为年轻 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去关心众生 只是关心自己的成就想法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想各位 希望各位赶快老 好不好 辛老了 你就不会爱漂亮 耍神器 所以哪有老人还在烫头发 烫成咖啡色的 所以因为他已经自然发黑了 发白了 所以他就不会在那边做文章了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这个叫成熟的心 成熟的心 所以要 那如何成熟呢 你也可以一天成熟 你也可以十辈子不成熟 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的想法 或对佛法的感受 那你永远不成熟 那如果你在一天之内 想到了各种众生的苦 苦到那边掉眼泪 心很痛 想要找出帮他的方法 那你很快就成熟 这一点希望各位抓住 因为很多人跟我提说 我守八幻灾戒 我念三遍地上经 我念了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听起来好像满满的精进 但事实上都是填补自己痛苦而已 就是执着法 我认为八幻灾戒 你守了八幻灾戒 今天没有欲望 坐在那边 想着众生苦 自然流露的 去帮助他 要面包的给面包 你不要说我帮你念第一张经 希望你不要肚子饿 要安慰的给安慰 那是话又讲回来 你要帮助众生 首先要有个出离心 也就是说你自己脾气还不好 自己还很孤傲 自己还很冷酷 自己还很不耐烦 的时候 那你帮助对方的能力就没有了 就心口不如意 就像我在这边讲话 讲得很好听 私底下海盗法师 一点都不慈悲 然后白混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 来自于对自己的关怀 不让自己离开佛性大悲心 然后也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找到空性 生出大悲 愿成佛 这样子的真心的关怀 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苦 都不愿意众生得到这个苦 你所得到的乐 都愿众生完全得到这个乐 你愿意成佛 愿所有众生都发愿成佛 要生起这样子的大悲大愿 所以我想这四句话 我讲得比较久一点点 是因为希望大家抓到一个动机 你也千万不要说 法师说了 佛经说了 一日一夜八万一夜二十小节不堕落三二道 我拼命受 那你这个动机还是是想到自己 所谓的功德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不享受 给众生才叫功德 就像今天我们仁波切要来 帮我修长寿法会 我不是在那边沾沾止息说 我长寿 但是长寿法会一定让我们长寿 各位要有信心 那这个长寿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多更多的福报 寿命去奉献给众生 这样可以的 多让我活三世 假设那我可以三次死给众生 了解吗 就像给你三十万 那你就多三十万去布施老人院 孤儿院 帮助穷人 那你多三十万有意义了 而不是说 我多了长寿福报 我觉得很快乐 所以所谓大乘是一切为众生 不为自己想 这样来受戒 所以各位 今天受戒是为了谁受戒 对对对 你讲众生还不够 你要想想众生的苦 讲众生还很容易 你要了解众生 美国人的苦 中国人的苦 印度人的苦 动物的苦 那你要跟他合为一体 所以这个修慈悲观要修到掉眼泪 而且那你不去印度你怎么知道印度人苦什么 你不去跟穷人在一起你怎么知道穷人苦什么 所以不能在理论上去想 而是要在行为上去磨念 没有生过小孩人 他怎么知道生小孩的苦 对不对 那你说那我去生一个再来出家 不需要用心 而且发愿如果有人胎儿没人照顾 来我来替你报 我来替你养 你要有这种 不是光心想 你不要真的把小孩丢给我 心里完全承受了 万一等下出去门口有个老人看着你 你就要奉养他一辈子了 因为他跟你说他是流浪人 你准备要去闭关 修什么仪轨佛学院 通通放下 老人就是你最大的佛学院 照顾他一辈子 准备好没有 你看他就不讲话了 哎呦这个不行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这个叫佛教创造你 因缘给你修行 所以我才不要 所以那不行 所以那次有个女生找我 说他要出家出家 他爸妈不让他出家 找了一个门当户队的男人 要他结婚 然后他还拿相片给我看 呦长得胖胖的 臭臭的 但有钱 那师父你问我 要怎么办 我说跟他结婚 这就是你的修行 感动他 然后等你能够感动他 爱他 然后你才放下他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出家 对他没好处 因为二十几岁 而且没社会经验 没社会经验就学大秤佛教 学金刚秤 对他是多余的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众生苦 的时候 去学这个东西 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可能会拿来做比赛用的 对不对 战争用的 看谁学得好 而不是说 去感受到众生的苦而学 所以他如果结婚了 然后他去了解这个男女之间的问题 而且他要求自己去接受对方 也能够孝顺父母 等他都弄好了 再来出家 我看这个就有用了 这个人姻缘 因为每个人必须有磨念 有磨念 所以很多人要跟我说他要出家 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 对生命的关怀 大部分的出家是生命好苦 我要出家 那我说你不适合来我这边 我送你去缅甸修解脱道好了 太过因为你只是觉得 生命很苦关心自己 还有一些人 譬如来到这个地方 师父这边不错 可以出家 你喜欢住在安静的地方 晒晒太阳 吹吹风 没事绕绕塔 过一辈子 这个还是自私的 那你这个修大秤还不太适合 因为他的动机 动机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好 训练一件事 我送你去非洲 好那去吧 因为你要知道 佛法要去帮助众生的 所以以这样来看 大乘佛教告诉你 你完全不用想自己 为什么 诸法无我 根本没有一个你这个东西存在 请记住 没有你这个东西存在 也没有你喜欢的这个法存在 没有我执没有法执 不是说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密宗 我喜欢天台宗 我喜欢金刚经 因为对方需要什么 你给什么 所以那你要站在利他的 无我的立场 因为完全没有我的存在 只有众生的存在 那这样来发心出家 有意义 请各位发起这样的心 佛教需要你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 你可以在佛教里面修行 可以的 但是你要做个菩萨 恐怕有困难 那你不是菩提心 跟成佛就没关系 你只修修一个善业吧 修修一个个人的福报 这样可以 所以我认为 现在我们看到 政治上很多闲举 甚至很多做领导的人 时时刻刻要被打下来 要被颠覆 要被枪杀 菩萨就是要类似这样 为了众生 他随时会被暗杀 被批评 被毁谤 但是他一副 是为了整个世界好 在承担这个苦 如果有人比他好 他麻烦把这个位置送给对方 而不是说他要占有这个 他希望更多人 来同理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 让自己没有占有欲 讲到占有欲 因为各位是女众 我常常跟很多女众 你们很喜欢占有儿子 管他那么多 占有先生 指挥他东 指挥他西 连佛法也拿来做占有的工具 希望对方跟你一样吃素念佛 强迫他 用各种的方法 这个你还是在利用佛教 满足你的占有欲 而且你对外在的人 似乎漠不关心 所以在这一点 我也认识一个女众 修得很好 但是她众外表 比佛法还重要 为什么因为她觉得 她要把自己打扮的每天 像皇后一样 这样她整个注意力 根本不在众生身上 她只是觉得佛法也好 我也很庄严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看到我 羡慕我 所以可能她将来会做天人 但是这个也不是菩萨 菩萨就要把自己弄得像老太婆 right 为了众生要做老太婆 所以而不是清高得很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要 我浪费了一些时间了 但是这个对各位很重要 不要大家白白在那边演戏 演了一个礼拜 大家各自又回家了 还是老样子 浪费一堆钱 你还不如去观光旅游 做点善事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所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要让你家里人的人 觉得太好了 佛法太好了 你的改变让他心服口服 并不是说一下改变 改变很多 但每次你去找课回来 每次你去参加法会回来 就有改变 就有进步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个人本的宗教 菩萨道是在鼓励人来服务这个社会 以我这个人的立场 因为我办了这么多的慈悲协会 慈悲中心 就是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整个世界 那谁来关心呢 那要有慈悲心的人来关心 但是我往往这个慈悲心里面 夹杂了很多很多的个人的想法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一种真诚的慈悲 空性的慈悲 无虚伪的慈悲 这里面还是有照做的 在二称叫法源池 它不是无所缘的自然的慈悲 他认为说我要去慈悲 不然这样我才是佛教徒 那这个慈悲是假的 那为什么叫真的 真的就无所分别了 反正活的就是慈悲 什么时候都可以死 什么时候都可以奉献 哪怕你是骂我打我 伤害我异教徒 我还是为你奉献 就是这样 无所分别 因为对他来讲 生生死死高高低低 这些相对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那这一点各位要好好地分析自己 所以我这两天我还是把握一点时间 希望各位找出自己的修行个性上的缺点 老实说了 你把缺点改变了 再加上受戒的佛力 请问这些祖先一恩亲在祖会不会超度 这个就佛教讲阴 如是阴如是果 结果很多人颠倒都在求果 而不在阴里面下手 阴心在祖一个 明天还有一个 后天还有一个 你要超度到什么时候 只要你心中有爱情 就108个感情在祖排队等着你 你受一次八关宰戒 可能超度一个 明天早上还有另外一个来排队等你 因为你心中只要有这个念头 那他就会来了 杀业在祖 冤亲在祖 等等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当然这只是问这些冤亲在祖 堕胎胎儿是个方便 就是希望你信因果 希望你了解他的严重性 那是不是你堕胎胎儿超度 就欢喜了 而是所有堕胎胎儿 所有妈妈都不要堕胎 你要奉献于这个生命 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 堕胎的痛苦 小孩的痛苦